對呀 表現得很硬啊 兩個都很硬 因為這種刮可能就是 很多石頭到什麼 這種刮去打的石頭 你這樣做的時候看不出來 這石頭是什麼 看不出來 沖上石 沖上石 水泥 水泥就算石頭 水泥就算石頭 好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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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比較像變質 你看我放在哪裡 其實我比較在 但是說這沒有標準 因為我有說真的 如果說以我們現在三大類的石頭分裂的話 我不知道 因為水泥在過去沒有增添過 它們是天然形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了說天然形成的石頭 到底是哪三種 但是水泥的話很難被分裂 喇喇喇喇喇 水泥在施作過程都能移teil 水泥膠 這個刮絲上 這什麼 而 一個架橋的過程 讓它變得可以進行 一個燒結的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 那變脂炎 是讓你可以從有些結構上 可以看到它的狀況 比如它有所謂的 立即層 你可以看到它是說 它越來越粗或越來越細 你像那種紋理的話 它通常就是變脂炎 比如假設這個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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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是不是有 有個改革是 這邊比較細的石頭 就是比較粗的石頭 當然這還不真準 但是通常如果說 就一般殼的山地的話 那這種上有滾下的石頭 比較重的 比較大顆會往下層 比較細的會在上面 所以它會有粗細之分 但是說真的 我沒看到這樣客人 寫得那麼清楚 都粗細差很多 可以看出來就覺得很像 好像還沒看到那種結構 那有時候裡面 都是細的在下面 都會在上面 何川你不是說 細的在下面 因為它流到下游的時候 它就已經上掉了 不是 你講上面下面指的是 是上游下游 我講的上面下面說 當石頭都滾到下面來之後 如果有一些石頭 變成細石頭的話 它在這一區的石頭 它比較大顆會往比較沈 會比較低一點 好像有時候是這樣子 那個也是有 那個也是有 但是 就分布來講的話 假如這是一個成績 底下應該通常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 它大顆的中間 那會小顆 但是它大顆在下面 大顆不會在上面 大顆不會在上面 好 第二種是叫做交錯層 交錯層是因為 強風水流影響性的這個 交角 上方交角小 交角大 下方的交角小 好了 這個是我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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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個交錯層 好 那交錯層 我們來眼線控制 我們來看一下撥痕 撥痕 你們有看到撥痕嗎 撥痕是讓我們去 耳邊掌石頭麵 能掌到撥痕嗎 撥痕嗎 撥痕在什麼地方 表面看得到 撥痕 撥痕 哪邊 撥痕 撥痕 對啊 它是很喜歡的嗎 還沒有 撥痕的成績 有一個定型 在柚子的 都是那一區的東西 是嗎 不是 你說 你說 你講個東西 那我都試嗎 你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有 或是沒有 應該是有 他說 OK 那 我現在沒看過 所謂的像 撥痕的成績眼 我自己沒有看過 但是 這個東西 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不是被水 一部水這樣沖 沖 水這樣沖 水這樣沖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 像是 這樣的一個撥痕 因為浪子 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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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因為一撥就回來 撥就回來 撥就回來 這種波紋 你在自然間 你什麼時候都不要看到這種波紋 在自然間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波紋 不知道什麼 很多 你也是有看到這種波紋 哪邊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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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它 它 那個沙地上的波紋 沙地上波紋 沙地上波紋 沒有沙地上波紋 你去沙路 你看沙路的照片是做一個波紋 對啊 這樣水也會 如果你在浮便的話 如果是浮便 浮便 浮便那個水 就是它沒有那麼大的潮汐 沒有那麼大的波浪 它風吹 那水會震動 所以會有波紋 會有波浪 所以那個波浪 帶比較一定的波紋 是讓我們那個水墩 水墩溝 生態溝 生態溝 如果你們在那個上面的水 就是上面 如果下 太陽一直曬 它有些東西 土上面遮掉那個 底下的痕跡 當沒有太陽 它全部實際上就會知道 你這時候在那個水 它會給它打個波 你會看到 下面的那個石頭 那個沙子啊 會變成一個有波紋 生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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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是啦 現在下雨 你可能沒有下雨 你可能沒有下雨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 生態溝 水溝 就在其他方式門口啊 哦 你那個都是喔 水溝啊 你可以看到那個水溝 打壓 底下那個沙子 然後變得有波紋 那應該有波紋的 一直累積 它就變成疊壓 疊壓起來 它就變成有波紋的 那個 那個成績眼 那泥裂就沒有問題吧 你看到夏天 那個田裡面那個泥土啊 如果沙太陽久了 那可能裂掉 乾裂就裂掉 裂掉之後它就有什麼形狀 那如果這形狀 這時候遇到一個 譬如火山爆發 那火山會整個覆蓋下來 它會是塞 所以塞進去 它就變成有這樣的形狀 所以這個可能成績眼的形狀 也是有這樣的疑劣的結果 所以身體可以說 這是有異形的化石就可以 它被保留下來 所以成績眼大概有這四個型態 第二個型態 膠肉層的部分 膠肉層跟波紋的成績 這兩種式上我都沒有看過 但是波紋我可以講一下它是形狀的原因 但膠肉層我還沒辦法想像 所以這是我的作業 請各位去找找看 膠肉層的形狀的原因 這是第2章 這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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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就是它的物理的形成原因是什麼 它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狀況 它的原因 它的理由 它的道理是什麼 它的理論是什麼 那上次講的食音的結構 還是它沒有一個非常好的答案 你怎麼會再找找 我一定要再一招 對 再打一招 原體說來 嗯 這題如果說的好的話 這題就加一點 好不好 然後下面 這題也可以加一點 這題我還搞不清楚 你們都搞不清楚 加一點 可以 好 這什麼東西沒有 那你就不要點啊 那你就不要點啊 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等一下請坐吧 我等一下坐吧 好 你坐吧 好 這是多次 來 謝謝